OK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那个简单线性回归咯 OK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 如果看第四题 因为小题很多就慢慢 又一题题来 首先是建立起那个 透过那个线性回归的报表 那写出完整的 我就写有一个漏字 就是完整的回归线的公式 这其实很单纯 因为如果说你就只要把这两个给一变相 我们都知道是这个 这个币 诶 等一下 诶 等一下 那个有点错误 有没有发现我放错了 对不起 那个一变相是smile 那我这边可能这里开始的说明跟附注中的这里面的资讯 可能有一点点 会有一些误差 因为现在才发现我把一变相跟共变相给放版 那我们这里先看 这里有一个中间这个报表中会有一个模型系数 或者叫做model coefficient的这个表 那它这边这个估计值这一栏 它其实就是说的是拮据以及回归系数 那这个回归式其实就是 你就只要改成写这个9点它的拮据 这个就是比照那个简单回归的这个写法 这是-0.44嘛 好 对不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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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跟残差Song of Square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需要大家要是看电子书 10-6的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highlight在这个地方我这边有提到 回归模型的适合度对不对 那在GEMOVI的回归模组选单下面 也有一个栏位叫做model fit 这个就是模型适合度 很可惜他这边中文版还没有翻出来 他就是讲的是模型的适合度 所以你们要在这个报表中 把跟这个适合度模型适合度有关的指标列印出来 那就是从那边找 那如果你像这个有这个R 通常一定会印这两个 然后我这只是再多加一个F-Test 那就会在最上面 你之后就在这边 model fit major 他这有显示出来 我这个是 刚刚就是 这个就算我把那个 变相我不小心 一变相自变相给 放反了 他还是一样 你可以注意到 他这边是说明 只要看的是R2 是 0.103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跟下面 他也会显示出一个 Onibus Anobatest 那这个Anobatest好像 好像有点像我们 超前进度 但是我们不用先 只要看这第一栏 这第一栏是最重要 这就是所谓的Song of Square 好那这个Song of Square的解释呢 在电子书的 这一张 这个地方 10.6这里就有讲到R2 它是 来自 那个 它其实就是指的是 嗯 嗯 嗯 这个 SS Total 是指的是 总平均的 这个平方超 那这个其实在之前我们学变异数就已经碰到 如果有印象你的话你们可以再回 再回去 没有印象你们可以再回去描述统计 看 这个SS Total就跟变异数是一样 就是变异数的分子 那主要是我们第一次通用到的是这个 在回归 模型这里我们遇到 首次遇到 残差平方合 那它这个 Y Hate 指的是 呃 根据 字变向 X 我 用 回归线去预测 会出现在回归线上的那个Y值 就是指这个Y 就是指在回归线上的值 然后这个是实际的Y值 然后跟 预测的Y值之间的差异 好 那它跟这个SSTotal有什么关系呢 那 这个 1-R平方 其实就字 等于这个 SSTotal跟 SS resig 就是说 减掉SS resig 之间的差异 这个我会希望 残差会是 越小越好但是不能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要代表说这个资料不是随机 好 但是残差对于那个 呃 做 要使用统计分析的人来说 它算是一个 又爱又恨的存在 好 因为它太大了就表示说你可能有一些 东西 该处理的还没有处理好它变成了残差 好我们真正要去找到的是 SSTotal跟SSresig 之间的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 组平均差 之后的变异数分析会遇到更多的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认识这个 R square R square 它其实就是 我把公式就是写在这 它其实就是那个 就是根据那个教科技 为什么要让 让你们看一看电子书上的公式 就是要加深这个印象 它其实就是等于 1减掉 这个S 就是 总变异 平方差 分支 那个残差的 平方差 然后如果要展开的话 当然还可以展开很多 那另外 这个0.32 你们注意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 这边的PSR是不是 -0.320 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这个大R的 0.320 其实就是PSR的 绝对值 你自己去做的话就可以看得到 好重要是这个R square跟这个R 那这个R大就是它的R square的开根号 所以我这边才是写R square的开根号 那这个R square在很多的 中文统计书 我不知道现在的比较新版本 但是我自己读过的都叫做什么 决定系数 就好像说 这个系数对一个 对一个那个回归是很重要 但是我自己 看了这本电子书后 我现在对这个想法有一点改变 好就直接叫它R square就好 不用把它看得那么的重 它就只是说明 一个 它就只是说说明说 你一个回归线里面 你的那个不是残差的部分 可以被总变异解释的比率有多少 那它跟那个相关系组的关系 其实就是 它跟那个PSR 它就是PSR的绝对值 那 我这边有那个 有下面 就这里 我们可以看 它真正的SoundsR square的数字就是 我们也不用自己去算 它这里就帮我们印出来了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就是那个 Recidual的那个 SS 那 不是 非常差的SS 就是Bear 就是116 就是那个106 所以 这边那个应该写成 106 然后分子就是 这个106 然后它就是等于 R等于 这个是924 好 那 你们这里可以自己也按计算机 或者是直接用那个Dramovi算一下 它这个 这个分子除分母 它就是0点 0.103 就是等于这个R square 所以这边比较详细的 要解答 作业中的 B的部 B C D 这三题的部分 必须要写出 要记下这些关系 我现在说的是 BCD 这三题主要就是会 是其实让大家认识那个R square 跟 那个 残差的SS跟总 Total的SS的关系 因为这些都有印出来 只是说辅助你自己 写上去你自己会加深自己的印象 我能不接受 进来 去